香甜心 闪亮登场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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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醒来是我 问候你好 你起的阳光 哼着的药 心情像彩虹 红纷无道 你把我脸上 鲜汉微笑 苍红的呼吸 苍红解放 感性质感 幸福温柔 放给你的梦 不怕是要 感受自己 就是最好 啦啦啦啦啦啦 跳起来跟我嘻哈 啦啦啦啦啦 谁敢来比我可爱 啦啦啦啦啦 我的爱的哦 你起哭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我们是夏日甜心 请多多关照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那在这让我们所有的夏日甜心 祝全天下的老师们 节日快乐 那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甜心兄长 闪亮登场 呀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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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的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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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不 帅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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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电视机器人的观众朋友 要收看vivo智能手机 对 夏日甜心 欢迎各位 这手机就是正着拍 反着拍 上着拍 下着拍 左着拍 右着拍 都能拍 对不对 白天拍 晚上拍 还有白天拍 晚上拍 对 只有你不想拍的 没有你不能拍的 是的 怎么拍都美的vivo XG手机 万民播出的夏日甜心 欢迎各位 有了你就有过 同时呢要提醒电视期间的观众 我们的夏日甜心官方的正品手游 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各大的 应用商店里面来下载 有甜心 玩开心 同时要感谢我们的珠海海权湾 杜家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看到这个十个甜心们在台上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吧 特别养溢 有一种舞加油女初长成的感觉 对佳哥来说是女儿 我们是妹妹而已 我们是妹妹而已 经过我们这么多期的节目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 最热烈的掌声 献给我们这些十位的甜心们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那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 专门来考核一下 我们甜心们是否具备主持人的 某一种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考考大家的脑力 这一场我们就来挑战 谁是脑力王 本期下雨甜心 谁是脑力王 分为综艺必修课 及综艺公开课 考验甜心主播们的知识储备 和学习能力 通过三堂 综艺必修课的学习 学分最高的两名甜心 将进入综艺公开课 争夺甜心脑力王称号 现场200位观众 根据甜心整场表现 为剩下9名甜心送出甜甜圈 甜甜圈数最少的甜心 将回到主播间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这部说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 现在我们应该分享的一个时刻 这本书根本就不是来看的 是来活过来的 那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我先稍微翻开 随便 就是它会很多空白格 它就像一个随身本一样 就走到哪儿 把你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你的记事本 这本书一翻开 它第一个东西就是 玩游戏 然后 刚刚玩的一个游戏 非常简单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来了 你就一起动动手 好不好 跟我一起 然后呢 现在是交叉 好 哎呦 这个动作很 很怎么做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再旋转 再旋转 然后再把两个指指 放到你的下巴这里 什么东西 我们马上就要见识奇迹的时刻 3 2 1 微笑 微笑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哇 学会了吗 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弟弟嘛 他特别特别听我讲笑话 我先给大家讲个笑话了 大家看笑话 都喜欢看小明笑话 对不对 说什么都会讲到小明 那我也讲一个关于小明的笑话 小明他生病了 然后呢 他的朋友就来看他 然后呢医生也过来看他 那医生打完针之后他就走了 然后他的朋友也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看完病了呀 因为已经看完病了呀 就想到一首歌 医生走了 朋友也走了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我又想起来一个 你说 千禧有个笑话 来 就是 古代有一个人叫敌人杰 然后 他有一天回到家 和他妻子说 我想改名字 然后妻子说 那你要改什么名字 然后敌人杰说 我想把中间那个字给去掉 叫敌杰 敌杰 然后妻子就问 你要改名字 为什么要问我 然后敌人杰说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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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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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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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有一个地方特别感动我的地方 也是随便翻开 他有一个题目叫做距离上一次有多久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上一次告诉某个人你爱他是什么时候 刚才嘛 如果你是DJ 我还蛮想问一下汉哥的 就是你上一次告诉某个人你爱他是什么时候 昨天啊 哇 这本书的优 他的推荐的优点在哪里啊千禧 就是很贴近我 就是我也很需要的就是 互动性很强 就能够带给快乐 这本书打开来就能带给快乐 真棒真棒真棒 好了 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推荐的书来定夺这一局 对不对 甜心的推荐之后呢 千禧其实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他选择最终在刚刚这一轮推荐当中他认为最喜欢的那本书 然后先越来越近 然后就最后拼撑了一个 所以这个书就是 很天马行空的想法嘛 到底在五位甜心当中千禧最后觉得哪一位的甜心表现略微的优异一些呢 来我们有请本期新鲜助力嘉宾一阳千禧进行第一轮的选择 木亚兰 斯达 美娜冯青 现在继续 下日甜心 有微博智能手机冠名播出 微博X7 1600万柔光自拍 照亮你的美 感谢合作伙伴 新鲜又营养的一叶子面膜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节目录制期间 您可以登录 芒果TV 芒果直播 新浪微博 一直播 花椒直播 网易播播 网易CG六大联合播出平台 观看甜心精彩 后场直播 甜心直播所得将通过芒果微基金 全部捐献给春雷计划 用以帮助贫困女童重返校园 感谢珠海海泉湾度假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 我们有请 本期新鲜助力嘉宾 易烊千玺 进行第一轮的选择 木亚兰 斯达 美娜冯青 来 3 2 1 请回头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 易烊千玺的选择就是 刘斯达 而且斯达还获得了额外的十分的加分 有请我们的大猫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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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千玺 为什么最终是斯达的这本书打动了你想跟他交换你的书 因为很童年 然后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就因为我们三个就是从小就出来了嘛 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小时候我们小学玩那些东西 然后就希望这本书带回去可以给楠楠 然后希望楠楠有一个真正的好的童年 不是学那些这个才艺那个才艺 然后就真正的长大 再次的恭喜我们的斯达 再次的恭喜我们的斯达 也谢谢我们其他的几位甜心 谢谢你们 谢谢 欢迎回来 谁是脑力王之糖果猜猜猜 其实大家都是艺人啊 在很多极端的环境下 其实我们主持人也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或者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定的环境下 我们还需要尽好自己的职责 有时候冷静一下就好了 附一下一叶子面膜 今天有一样一叶子面膜 对夏日甜心的大力支持 所以我们今天考验一下我们甜心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慢慢升空的糖果道具的环境下 马上进入谁是脑力王之糖果猜猜猜 糖果猜猜猜 考验甜心嫩在极端环境下的脑力 每位兄长选择自己认为最聪明的甜心组成搭档 进行猜词比拼 答题过程中若从糖果上吊下则游戏停止 每组挑战15题 最终猜词最多组的甜心将获得10学分奖励 他说我们兄长要从10位甜心当中挑选 你们认为最聪明的那一位甜心 哇塞 因为千玺在这一轮也会选一位甜心 和他来搭档组队 哇 怎么才知道他们是最聪明的 由他们自己来觉得一下 我 我也行 看我 我有个迷茫 我以前是练体育的 然后我很有臂力 我可以在上面坚持很久 我已经有答案了 啊 就那个看起来就是超厉害的那个解写 李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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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呢 我们已经悄悄地对我们所有的这几个甜心啊 做了一次脑力的大测试 第一几点三 二二二二二二一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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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聪明啊 天哪 这个太聪明了吧 两头回来 一定正确的 相信自己 只有一些人不会这些题 才能够体验出会做那些题的人的厉害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我说对不对 对 帮我放 哎 都不嫌多 一起来 对千玺你刚刚选择的吕明蕊 在上一周的脑力测试当中 排到了前几呢 想看就说 长红小白 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十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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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回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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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力好 我们第一组出战的就是我们艺阳千玺 和我们的绿明蕊 哇 明蕊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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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明蕊和千玺 请看大屏幕上有六个类别的词语 明蕊 你想打哪个 动物吧 奇妙的朋友 加油 加油 糖果猜猜猜 答题 开始 哪个 拿準 那个夏儿甜心的吉小物 大猫熊 跟熊猫颜色一样的 还有一种动物 生字在南极和北极 斑马 南极和北极 企鹅企鹅 刚刚那个题目 南极还有一个是什么 北极熊 好聪明 米毛鼠 然后接的是什么 糖老鸭 答对 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很火的一个 那个动物是什么 很慢的那个 树懒 好累啊 这个还会动来动起的 为什么 天哪 退一步什么天空 海 有一种生物是什么 海湿海巷 很萌很萌的一个 海豚 什么 一个很火的一个动画的配音 然后 黄色的 黄色的 什么 皮卡丘 在山洞哪边 在山洞哪边 海湿哪边 又一个 蓝精灵 有一种动物前面装着一个 前面能装东西的装 装包包 带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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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 过 不会是他最喜欢的 他最喜欢的 那个 短的 短的那个反应词 短长 长什么路 哇 能吃人的一个人 食人鱼 攀水 攀水 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鲸鱼 对了 对了 鲸鱼 哇 不行了 那个 哇 好 刚刚我们的易阳千玺和我们的吕明蕊配合默契 十五题当中答对了十一题 恭喜 哇 他那个上面是一个直筒很硬 中间没有那个凹的地方 可以把它换成个人就好了 就是这样可以 刚刚那个在吕明蕊的表述当中 你答对了十一题 反应上很快 非常的快 来 掌声送上哦 千玺 那接下来 佳哥 我选的就是 你应该 我想给可可一个机会 好 好 那可可在上一周 我们通过的这个脑力的测试当中 他到底排到第几名 我们通过长虹语音起课 电视来为我们揭晓一下 可可前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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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次了吗 耶 佳哥好眼光 我们有请佳哥 而且没有 他刚一拍手镜也是了得 是不是 对啊 我们有请佳哥 谁是00后 我们都不是00后 谁是00后 别别别 是 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 大乱顿好吗 好 佳哥可可加油吧 321 答题开始 看不见大老鼠 你让开 什么 韩剧雅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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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剧 一个韩剧雅丽莹里面 好 第一个滑了 他不知道 这首歌的号 哎呀 哇 哇 那个 一样千奇是什么 它是什么 它的实验是什么 什么东西 一样千奇的实验 实验是学生 实验的实验 是 idol 对啊 是偶像 对对对 下一个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oul man 那个电视剧 不不不不 音乐剧叫什么 冰雪奇缘 再下一个 我的名字 然后 是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 然后是一种饮料 可可可乐 可可可乐 对 下一个 恭喜答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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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害黄宗泽他们都是什么 就是那个男神 对 下一个 那个第一个字是 我们那五官的最上的这个 我现在动的这个地方 我动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表情舞 对 动的这个地方 我们有两条什么 那个表情纹 这两个也好帅 有 白虫纹 那个我们现在 我这个我带了那个隐形 然后那个有点干之后 我要滴什么 隐形眼镜很干 不是 我要滴什么 要滴什么 滴什么 滴什么东西 一眼要水 下一道铁 我看他很热 我不想开开什么东西 要让它制冷 中枪了 我看他很冷 我不想开开什么东西 来制冷 那个东西叫什么 我要打开什么 空调 黄东泽的那个肚子上有什么东西 他健身 不积 对 下一道 那个杨兰会跳 会跳什么 两个字 千禧也会跳 街舞 哇 下一道 那个我们上一次玩 我们上一期 然后上那个 游泳 泳池旁边 然后我们要怎么着 加油 最后的动作佳哥 你做了什么 加油 最后你 雄泥 雄泥参加了什么比赛 美好 跳水 恭喜答对 张翰 成天演的那些角色都是什么 四个字 张翰怎么了 张翰两个角色 都是什么角色 和那种小女孩 小小女孩 什么 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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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前两个字就是 太恐怖 佳哥 佳哥 佳哥你好棒 佳哥太爱你们了 因为我完全听不到他讲话 但是可可的声音 非常小 非常的大 我们还是要恭喜 佳哥和可可答对了七题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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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也说我根本一句都没听去 我就想张翰 张翰 张翰 然后怎么知道 佳哥就问 张翰怎么了 对啊 哈哈 他唱音乐剧的那个频率 根本就在我的内 你是海豚吧 好 佳哥 没关系 加油 谢谢佳哥 谢谢佳哥 那接下来 Bosco 来选择一下 哎呀 好难选啊 来来来来 刘思达吧 思达思达 思达思达思达 上一周呢 我们的这个脑力测试当中 到底我们的思达 排到了第几名 因为Bosco哥哥选了你 我们来看一下 随着前三名的揭晓 有几位甜心离开了现场 好 尤其我们的Bosco 他们的思达 那你们选择剩下三个类别当中 哪一种词与类别呢 我们选的是中华小当家 因为Bosco爱吃 对 所以我们决定选这个 321 答题开始 注意安全是他脚 脚完全上去 对对对 陕西 陕西有一种面 这个面的名字非常的难 说到面 噢噢噢噢噢噢 过过过过 有一种自身 然后非常受大家欢迎 试起来的感觉 会有一点点像奶油 然后它是粉红色的 第一个 第一个字是一个数字 你爱吃 一 二 什么 三 对 行了 海里面的 三文鱼 你当时帮费庆元助播的时候 他说他最喜欢吃什么 并且教你做过 冰桶红炉 玉兰草莓 对对对 没错 在首都有一个非常有 北极考验 好棒 我们精神不好的时候 很困的时候 主要喝一个什么来提神 咖啡 对 答对了 冯青在吃播的时候 吃的是什么东西 长沙很有名的 小小龙虾 冯青答对了 两片面包之间夹的是肉 这个东西叫做 汉堡 对 肉家伙 对 一看就是香港人 我在吃播的时候 吃的大家一起 围着涮的是什么 火锅 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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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有一个很好喝的饮品 不仅可以喝 还没嚼 这是奶茶 答对了 答对了 这个食物是有味道的 然后长沙很出名 长沙很出名 香的反义词 超红 南文 答对了 北京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吃 我建议这个过 这个可能太难了 好好过我过 你的餐厅有一个超好吃的东西 真好 还有你送给别人的 送给送给过甜心的那个 拉球巷 拉球巷 答对了 答对了 没有提了 没有提了 恭喜 好好的 答对了 十一提 太厉害了 你对各地小吃这么熟 我们恭喜我们的伙子哥哥 我们的思达 谢谢 答对了十一提 目前为止跟千玺她们打平了 好好的 厉害厉害 我突然不理解 就是刘思达是明明跟Bosco 两个人合作的 他感谢的是千玺 感谢的是千玺 对 在分享喜悦 对 腿长的都这么难办 大老师 我们这种腿刚刚好的 要怎么办呢 没有门 就是你这种 我没有门 大大到我了 到你了 因为上一次我在这个 运动会当中 跟大老师的拼墙当中 那个经络就发炎了 我都能试了一下这个 我一上去腰就抽搐 我想请求一个兄长 帮我一起来完成这个游戏 我有请Bosco好不好 好 可以 那Bosco 我来帮你选一个我认为 是怎么的 他帮你来吧 他帮我们Bosco 我们都是一家人 人心都是我们的妹妹 是你的女儿 加油九凤 我选择的是 冯青 谢谢 冯青 如果你是第十名的话 就回到这个座位上 好不好 绝对不会 我应该是 对 看吧 好 可以 因为我 厉害厉害 今天要好好的加油好不好 对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好 但你身体可以吗 刚才不是有点不舒服吗 对 其实我还是蛮想挑战一下自己的 试一下 因为大大你相信我 好玩 加油 大大你也参与一下吧 我帮你去报那个 我来形容好不好 也可以啊 我来形容 对 有请 所以我们只 佳哥我们只能选八卦王了 对不对 对 来 我们给Bosco 还有冯青 我家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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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果菜菜菜321 开始答题 来了 这个我来我公司 什么 我现在的公司名字 精致玉孽在哪播 香港 花花 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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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名字啊 港剧都在哪个地方播 英文的英文的 TB 答对了 洪荒之力 洪荒之力 傅元辉 答对了 太不容易了 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 谁唱的 你唱的 哪有 哪有 四大学王 男的比喻在脸上 忽乱的拍 张学友 对对对对对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 刘德华 答对了 那个车子可以有很多的造型 还可以打洞 车子打洞 车子 好莱坞大便 是金刚 答对了 月光宝盒的男主角 周兴植 答对了 最帅的游泳运动员之一 孙瑶 另外之一 中间那个字是我的名字 你隔头 答对了 男神 你是我的 小雅小苹果 歌名 小苹果 答对了 陈妍希 陈妍希 扮演过的一个角色 小若女 答对了 因为她有两个馒头 加个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快的大饼 他们的 快乐家族 对 答对了 太不容易了 那个节目 张大大 我是歌手 答对了 很快 千年等一回 什么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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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娘子传奇 答对了 刘凯威的老婆 谁 刘凯威老婆 谁的老婆 我听不见 刘凯威的老婆 刘凯威 杨蜜 答对了 炸张伟 我还有一个人 咋的呀 我知道 薛志谦 薛志谦答对了 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 超受欢迎的一部电视 笑儿天心 电视剧 李怡峰主演 赵丽颖也是主演 杨子也是主演 千禧也演啦 什么剧 你想来Cue大家 什么 过 全中国人都看过的电视剧 最受欢迎的电视之一 欢喜哥哥 我每年暑假都给你去看 没提了 没了 哇 哇 十四个 刚刚你在这个 谢谢汉哥 你是真的不知道 那首歌是刘德华演唱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的脑子里边 因为你看我的手 你看我的手 就是 一片空白是吧 真的是一片空白 我只知道你在唱歌 然后你说谁唱 我就当时是你唱 是我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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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波斯哥跟冯青 答对了 十四题 哇 谢谢 冠军出炉了 厉害 答对了十四题 所以我们这一轮 谁是真正的脑力王呢 谁是第一次 我们的冯青 获得了 胜利 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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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获得我们的大猫熊给你送上的十分的加分回章 谢谢 谢谢 那刚刚呢 其实兄长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糖果猜猜猜的道具上都非常的辛苦 谢谢 希望现在观众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婷兄长和我们的千玺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补补营养好不好 因为刚刚都累了嘛 那我们来一个大型的道具伺候一下各位 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大石翘翘板 欢迎回来 下天心谁是脑力王之大石翘翘板 请看我们巨姿打造的大型道具 翘翘板 好可爱 好可爱 我们要选择四位甜心跟你们分别搭档 那他们怎么来安排他们的顺序呢 各位在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填过资料了 都写过自己有多重了 哥哥们也写过自己有多重吧 汉哥是多重 130吧 130 120 大老师 没准 今天是吧 今天120 120多 Bosco 68 公斤 公斤 千玺 我110 这个你们也要我 体重不到100的请举手 不是 咱们也没有秤他们说瞎话咱们也不知道啊 没有啊 他们今天站的地方其实就是一杆秤 大屏幕会显示他们现在真正的重量 大屏幕 大屏幕 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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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关系啊我这边有名单啊 最重的四位即将为大家揭晓 汉哥请您来念一下其中最重的这四位来 张大大 张大大 张大大你多重 我127 127 127 跟我差不多 身高差很多 啊 啊 好吃啊 哎呦 那些体重最重的四位是 美红 明蕊 刘思达 还有可可 哇 那体重最轻的四位 穆雅兰 冯卿 李浩菲 费庆元 哦 那我们哥哥这边比较重的 包斯科和 张汉 汉哥是一对 然后我们的千玺和 我 佳哥 佳哥是一对 因为我们两个是差不多你126我127 我根本是126了 好吧就这么多吧 我们有请八位前新 那边就位 来 大老师我和你就平委了 多累 掌声送给场上的这几位 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规则 我们座位所对应的一对一 要来进行答题 如果两边都答对 我们的保持平衡不变 如果有一对答错的话 你们组将全组向上翘 哇 哦 如果两边都答不对的话 会中间折叠 对不对 中间两边 两边 你别说这些吓人的话好吗 为了帮助你们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会进行一次 大石翘翘版的大震荡 大石翘翘版的大震荡 三二一 找你 震荡了吗 震荡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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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个人吗 这个是 第一个是那个 秦始皇 秦始皇 对 B应该是诸葛亮 就是第三个跟第四个当中 第四个是颜真卿 第三个 对 C C C 肯定是C 哇 啊 哪个 应该是D B C D不说是一个人吗 最重要的一点啊 唐朝的时候 龙袍不是C这个样子 起座答 C C C D D D 那到底谁答对了呢 三 二 C C C 1 耶 那能告诉我们 四个人分别是谁吗 帐庚翔 这四个人分别是 A 秦始皇 A 对 B 诸葛亮 哇 谦迦 teng词菜都完了 完全正确 千禧 你真的是学霸 不是 C是唐玄宗 D 您来念一下 D是颜真卿 他也猜对了 很遗憾 汉哥跟BOSS後代理甜心 都要往上升了 3 2 1 冯卿 冯卿 感觉怎么样 有点高 不是一点高 是非常高 等于是要一直输的话 他们就会整个变成这样 没有没有 现在因为录影 就到现在了 我们所有的人去吃饭 然后他们在这里 然后我们一块再回来吧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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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我们继续答题 有请慕雅兰和吕明蕊 明蕊和慕雅兰 你们的题目 请看大屏幕 以下 哪一首歌曲 是由小学生创作的 A 我爱北京 天安门 B 春天在哪里 C 上学歌 D 数鸭子 我们这样 我们先把四首歌 一起都唱一遍好不好 好 第一首歌 预备 起 我爱北京 天安门 我爱北京 天安门 我爱北京 天安门 是这样的好不好 那边虽然在作战 但能不能稍微统一一下 没有 好 好 请问 这四首歌 哪一首的旋律和词 可能是由小学生来创作的 C还是这样 C和D吧 我觉得是最幼稚的那个 鼠鸭子 Bosco 你觉得直觉是告诉你是哪个 A 好 3 2 1 请亮提板 穆雅兰选择的A 吕明蕊选择的是 D Bosco 为什么直觉告诉你选A 因为节目组呢 非常的奸诈 因为她会选给我们一点最不像答案 其实那个答案就是答案的 好 好 那究竟是 同意 逆向思维 我爱北京天安门 还是D 鼠鸭子 一或者都不是呢 3 2 1 我爱北京天安门 是由我们小学生创作的 他怎么那么棒啊 恭喜我们的Bosco 汉哥的这一对天津队答对了 可以笑声的往下降一连连了 又持平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余美红和我们的李浩菲 看看你们的这一集 下面哪句诗是正确的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好 去年今日子山中吧 这个肯定不对 别样 垂死病中经过起 笑问客从何处来 千玺 我们经过排除马 千玺特别有心思 不让那边的人看到 用个板子挡住 不让那边的人看到 那为什么想这样 因为A B D都是错 孩子终究是孩子 你对你这个答案 有百分之多少的信心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愿赌服输 所以 浩菲 我们绝对也是C C 对 两队都选择了C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答对呢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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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玺特别棒 因为有几个她的粉丝嘛 就打那个雅迷说 让你选4选4 我就问 他们可能在下面查了 你要不要改 他就说绝对相信我 第4句绝对不是 第4句是 第4句是 醉卧沙场君莫笑 好 回来正在前面 哇 哇 哇 接下来是千玺和汉哥的 小梁了 请看大屏幕的问题 我们统计了网上 1000对热恋情侣的答案 总结出在热恋时 最适合吃的食物 是以下哪一项呢 A 牛排 B 火锅 C 小龙虾 D 爆米花 爆米花 爆米花吧 爆米花 B B 千玺决定选择 D 爆米花 而且D在 因为这个最甜蜜 对 在电影院里面 就更甜蜜 对 而且汉哥 他选择的是 B 火锅 对 之前斯达在参加我们节目 介绍食物的时候说 吃火锅的时候 女生的妆很容易 全部变成素颜 你知道吗 就是在热恋期 一定要脱妆 看看真正长什么样子 好 来 请看正确答案 牛排 没关系 我们佳哥先跟Bosco来一轮 直面地较量 好不好 往日的兄弟 现在要反目成仇 来 请看大屏幕 我们统计了网上 2000对失恋的恋人的答案 总结出了 在失恋时最适合吃的食物 是以下哪一项呢 A 炸鸡饭团 B 烤串 C 冰激凌 D 汉堡 好 失恋时候吃的 失恋 失恋时候吃BG 人家说 失恋的时候爱吃甜的东西 我猜应该是 应该是烤串吧 千禧猜烤串 烤串 烤串 对对对 最接地气的 Posco 您的答案是 好不好 好 好 到底哪一对答对了呢 请看大屏幕 这个答案是 我们掌声恭喜我们的益阳千禧和维加哥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受奖励和惩罚了 佳哥和益阳千禧这一对呢 可以获得我们好吃又营养的食物 而我们汉哥和Bosco那一对 会获得非常非常补脑 那是味道不咋地的补脑食物 有请我们的大石翘翘板之 大石驾到 好 那边 逼他们远地 还有呼噜 车里子 我们稍稍落后的这一队获得的是 这是什么 什么榴莲啊 什么东西 获得的是榴莲 我拿给你 我们背景音乐是榴莲 我拿给你 我吃不来榴莲 我也不会 换换换 注意安全 多顺头注意安全 我来我来 不要看榴莲闻起来不怎么样 榴莲可是水果皇帝 它负荷超多的营养 走走走走你 走你 你吃真奶 我吃的好难吃 有那么味儿吗 千禧好吃吗 来干杯 他就熟了 耶 好 我们谢谢我们两队的兄长 一阳千禧 佳哥 和我们的汉哥 也谢谢我们每一位甜心 辛苦了 恭喜我们佳哥和一阳千禧 所带领这一队甜心每一位 加上十分 额外的分数 有请大猫熊送上加分徽章 我讲我讲话为什么这么快呢 是不希望汉哥吃完榴莲 还要跟我说任何一句话 汉哥你真 我真的很怕榴莲 大猫熊 大猫熊要不要跟千禧哥哥抱抱啊 来 抱错了 千禧哥哥 你们要抱抱大猫熊啊 谢谢我们大猫熊 千禧哥哥打个嗝给大猫熊 刚刚为什么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体力 吃一点水果 因为接下来 在千禧的带领之下 我们会全场一起热起来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 可以让我们提神的东西 好 就是一叶子面膜嘛 我这样我们去敷一块 广告回来之后 马上看我们的千禧 带领大家上舞蹈课 好 让世界安静 五分钟 天心谁是脑力王之 东巴拉要来啦 东巴拉是谁跳的舞蹈啊 千禧 怎么会选择这么怀旧的一个作品 来跳 当时就是跟朋友瞎闹 瞎闹 闹出这个动作了 闹出了这个动作 那今天我们甜心在这一轮 我们要考验他们的速记能力 和反应能力 要跟着我们的易阳千禧 一起来学习这个 东巴拉 来 有请我们的甜心们 手里的手机都拿好了吗 拿好了 因为我们会有个武力全开 活力派的一个排名 明白了吗 明白 只有第一名可以拿到副驾的十分 我们接下来欢迎易阳千禧 带领我们所有的馅儿甜心们 东巴拉 哇 哇 啊 你又是谁 我是谁 今夜谁是谁 你愿意我愿意 愿意就可以 愣着叫我开药 学学大学好 星期又星期天 不用期待早 冬巴拉呀 冬巴冬巴拉 東巴巴 東阿東巴拉 東巴拉 東巴巴拉 東巴巴拉 東巴 smoking 要來不一樣 跳得好practice 好好過 你好像以為 ж 東巴拉 東巴拉 東阿東巴拉 咚啪啦呀 咚啪啦 咚啪啦是呀是吧啦 咚啪啦咚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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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叫聲長聲在那裡 在那裡 那刚刚呢在一派祥和欢乐的气氛当中 我们跟着易烊千玺学习了东巴拉这个舞蹈 看上去都是整齐划一的 是的 但是呢这个手机软件就记录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是 对吧 《武力全开活力派》 究竟十位体育当中 哪一位刚刚和我们的易烊千玺老师 跳得比较一致获得了最高分呢 请看大屏幕 恭喜我们的可可 可可你不但获得了这十分的加分 你还可以单独的展示一小段 东巴拉 来 你就副歌的部分刚刚教的那样 副歌的部分 好吧 来 第一个恭喜 东巴拉呀东呀东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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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巴东巴拉东呀东巴拉 大猫熊 送上十分的徽章给到我们的可可 恭喜你 获得了十分 谢谢 恭喜我们的可可 那就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易烊千玺老师已经陪伴大家很久了 所以我们让大张伟老师代表我们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好不好 决定 布哈 刚刚准备把他们分开 谢谢啦 最后大老 大老师在易烊千玺 马上就是要离开我们这个 什么话 要从这个舞台去休息了 休息了 你有什么话要送给她 好好去听听向上 因为我听说她刚上高一 人生的路特别特别长 现在已经这么精彩了 希望以后人生路特别的精彩 好不好 加油了 加油 千禧 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这些 即将要出道 面对更多观众的甜心们 其实 就是要做好自己 然后把握好自己的心态 就是心态一定不要飘 然后对 就很多前辈都跟我们说 心态一定要保持好 要不然就是自己再给自己点火 因为现在都很小 说话好厉害啊 那最后在我们东巴拉的音乐声当中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易阳千禧 这么久的陪伴 谢谢我们易阳千禧 谢谢 欢迎回来Vivo X7夏日甜心 这里是我们的谁是脑力王挑战赛 那今天呢到底谁才是我们真的脑力王 我们现在来上堂综艺公开课 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都会有这个环节 我们会请到很多 我们的主持界的大人物 来教教我们和甜心们 如何快速地成为一名 优秀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而且今天听说这位人物 前辈中的前辈 对 究竟这位是谁呢 有请 他们说的就是我 我是赵珠强 大家的老朋友 今天我非常高兴 能够来到夏日甜心这个栏目 跟大家谈谈主持人这点事 咱们上一堂 别开生面的综艺公开课 待会儿见 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忠祥老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节日好 在这优美的动听的旋律当中 我们又迎来了 我们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新春佳节 那让我们在这里呢 向我们全国的父老乡亲 向我们海外的同胞们 问一声好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同时我们一起来祝愿 我们伟大的祖国 风潇雨顺 国泰明安 现在我们把这五位 请到台上来 感受到春晚的感觉了 好有压力啊 赵老师 赵老师好 赵老师好 现在很实心都管他们叫小鲜肉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其中的一些 一些是小鲜肉 你鲜肉 你够吗 我够 我份体重够了 颜值还不够 来 我们用最热烈掌声 欢迎我们的赵宗祥老师 哎 哎 哎 此刻 我们的心跳已经接近了除夕零点 耳边是踏雪而来的牛年极咒的奔腾 此刻北京时间伴随着我们生命的律动 十二亿中国人脉搏和北京时间山明古印 首先我们挑战的是汉哥跟刘思达 此刻 北京时间秒针一动 就是我们下零点的集结号 此刻 南中国海的掏声是如此的清静 有如此的多情 让我们用最隆重的礼仪 迎接这北京时间新春的零点 让我们以北京时间的速度和名义 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将提前向未来世界发出邀请 发出邀请 发出邀请 亲爱的朋友们 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让我们在接下来这春天临近的时刻 一起开始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CHRI 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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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mmie 高兴 收场 听闪 重 双 王女 的 Romans 有 此刻北京时间秒正一动 就是我们向零点的集结号 此刻南中国海的掏声 是如此的亲近又如此的多情 让我们用最隆重的礼仪 迎接这北京时间新春的零点 让我们以北京时间的速度和名义 向世界宣布 中国将提前向未来世界发出邀请 发出邀请 亲爱的朋友们 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让我们一起倒数 让我们慢慢倒数 可以了 5 4 4 3 2 1 让我们慢慢倒数 大家认为应该算一句准确的台词 作为这种情感和语言的表述 第一组占有优势 但是第二组在时间的把控上又占有优势 如果从这两者来衡量 我们能说他们并列第一吗 能吗 能吗 不等啊 因为只能说一个 你们都或者咱们合议 合计合计 我们站在中间 来 回去回去回去 咱们合议一下 合议一下 你们离开远一点 你们离开远一点 好好好 躲开 知道 弄得还挺真心的 对 比较正宗 好 好 黄老师 黄老师 特别棒 特别棒 谢谢张老师 谢谢 你以后 在内地可以拍同期生了 对 好 好 那这样了吧 知道 没想到跟赵老师开了一个商议会 我们的意见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没有很大的一个分歧 大大你来宣布 你看 不是 我批准了 我何德何能呢 我 老炮 就是厉害 就是厉害 他并没有这个得罪人的工作 对 赵老师 你一定要记得 我是一个嘉宾主持 我好容易被你们请来一次 如果我得罪了一方的话 我心里头还是有点私心杂念的 我了解 咱们谁输了 绝对被抖掉了 没有吧 并不 不会啊 不会啊 因为来就来上课的嘛 不会 对不对 对 在那个大大宣布之前 您给两组都点评一下 点评一下 然后送一些祝福的话 可以 我们用第一组和第二组来说 好 第一组他们的情绪把握的 接近大的晚会 那样一种欢乐 第二组 时间把控比他们劣胜一筹 但是作为第一组来讲 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第一组作为优胜者 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恭喜刘思达和汉哥 恭喜思达 恭喜 来 再次恭喜我们今天的脑力王 那就是 刘思达 在这里我们也借我们节目的这个环节 祝全天下辛苦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今天我们台上这束花 也献给我们全国的广大的教师 老师们 你们辛苦了 你们是最可爱 最可亲的人 拍个照吧 有没有 一起拍个照吧 一起拍个照 有了你们就有了 光 欢迎回来 这里依旧是夏儿甜心 谁是脑力王的挑战赛的现场 那现在我宣布 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来 庆元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加油啦 加油 庆元千万不要难过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庆元 会和之前的21个甜心 一起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 来累积人气充实自己 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直播人气第一的甜心 会重新来到我们的大舞台上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所以我们期待你的 再回归2.0好不好 好 我一定会再回归 加油 好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谢谢 走一次可能是巧合 走两次可能的确就是自己 我自身有不足 对不起 这次我可能辜负了你们的希望 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在今后 靠我的努力 靠你们的努力 让我一起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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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